他剛剛記者會前說他需不需要裸露 對啊 我們說嗯嗯嗯嗯 他是這邊蛋白質代表 蛋白質代表 他可以拖這樣 好 那幫我拿麥克風 哦 哦 我忘了 我記得 我在裝死 不要一直提醒我 哦 OK 對不起 這是我見過屁話到最多的演員去報警 那在裡面 第一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高士德 我的這個角色 所以那時候子虹 其實我們在很久之前就聊過 所以這次還就下海了 對 下海了子虹 那另外一位就是 新人就是宇騰 但是因為 海來不及幹嘛就已經下海了 因為 那時候本來只是要用音樂 但是事實上就聽完了之後 就說那這個人長得不錯 沒有辦法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在螢幕上面 有一個 我們之後會釋出 他們兩個第一次見面的 試戲片段 好嗎 讓大家 不要 不能嗎 欸 你們試戲片段可以被看著舉手 你們OK嗎 準備重組 你們兩個OK嗎 沒有問題嗎 他做主 他做主 你做主 你OK嗎 其實我還不清楚 是不是 是哪一段 就是他八個八在牆上的那一段 好 那尺度蠻大的 OK嗎 那這一隊可以看嗎 好 我們讓小港口回去 好多一下 是是是 說我們打那個 自由國籍那一段 好 好 浴室那個 那個不行 這麼激烈嗎 這麼激烈嗎 我記得好像 小姐有說你試到把那個 家具 把椅子弄壞什麼的 對 就可想而知是 那個畫面應該是很激烈的 你是對小姐比較不開心還是 還是對那個家具 對 沒有 沒有 我是對你 沒有啦 就是真的蠻激烈的那一場 然後 入室入室 對有點可怕 我受傷了 受傷了 你是哪裡受傷 心靈 喔對他因為那一場 他後來還有一點瘀青這樣 對 哪裡瘀青 我怕會被他粉絲打 你們玩口味好重 媽媽可以接受 有一點激烈 有一點激烈 我們之前在默契 在培養默契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吃巧克力幫忙 五 四 三 二 欸評審 兩位評審OK嗎 你們兩個很像吃瓜群眾 OK嗎 我們都是啊 還沒吃完 要吃完要吃完 有要吃完嗎 要吃完 好 我現在還沒吃完 披薩 我們到底要多久 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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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到12 怎麼了 有人推我 到底誰 好 我們一開始玩的時候超級卡 可以講嗎 卡 你嚇到他了 沒有 沒有嗎 你說 你說 你不覺得卡嗎 我們兩個在旁邊看 我們覺得很卡 你們兩個超順的 我們很順 我們一開始就很順 對 就是 就類似 就每個剛剛 就吃Pokey嘛 就像 或者是摸來摸去 對 不是摸來摸去 沒有 有一個是 眼罩遮起來 對對對 摸對方 摸對方的身體 觸覺 然後 器官 你是在幫人家下標題 你知道他們都要BBB 你都 就是 五位 然後就是去認桌 然後就是其他人也是排一排 然後 你戴眼罩 然後去摸 有沒有辦法摸出 那我哪一個器官 比較 你比較深刻 都好摸 都飽滿 OK 了解 謝謝 謝謝你 都溫暖起來了 李奇常常失控 李奇很常失控啊 來來來來 因為他做的角色是白雪宮 不是啊 全部不一樣 對啊 你跟我們做的功課也不一樣 我都 只有他看白雪宮 怎麼全部塞給我 我是有多失控啊 為什麼全部塞給我 好 李奇 大家好我是李奇 你怎麼準備這個角色 我是怎麼準備 呃我 失控 失控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也不是失控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即興的演出 有些即加戲這樣子 剛剛記者會前說他需不需要裸露 對啊 嗯嗯嗯嗯 他在這邊蛋白質蛋白 他可以脫這樣 沒有我不能每次都脫啦 這樣不好啦 就這一次 就這一次 可是上次呢 上次 那幫我拿麥克風 喔 喔 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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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調整一下西裝嘛 我緊張了 OK 他今天 你很綜藝喔 好綜藝喔 我快 神經人有交代不能脫光 我們快受不了了 我們大家都脫了一波 他有脫 沒有 他們四個算 我沒脫 你有了 我們一起脫的 我們一起脫的 你忘了 我記得我在裝死 不要一直提醒我 OK 對不起 你有了 我們一起脫的 我們一起脫的啊 看 大家看到嗎 這就是我失控的時候 對不起 對不起 有啊 有啊 那你一下 平平 平平 當然是 第一名是他 讚喔 不是 沒有沒有不是CP 是真的 因為他連飲食都有控制 他那陣子就是很注重李遲 李遲也有控制 對啊 那就你脫啦 還是我眼裡只有他 那第二名呢 欸 你有脫嗎 他有脫 剛剛是有脫 有脫跟沒脫 有脫跟沒脫一樣耶 有脫跟沒脫一樣耶 我這樣白練了耶 人家已經脫了 健身房肺都白腳了是不是 他現在已經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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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了 皮比較皺一點 陳致有點脫了 所以可以期待看大家多久 可以 第一集就有 第一集就有 就是那個整個螢幕都被範疆的 胸肌佔據 對 我在戲裡面其實完全不正經 就是大家看兒子生出來長這樣 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是很很支持 我也算是神助攻啦 就是因為媽媽自己看得很開心 所以一直叫兒子要把握機會勇敢前進 其實這我本來想說要稍微正經一點 可是子虹完全沒有給我很正經的機會 我們會即興到就是無法卡 然後後來就覺得這樣子 比較像朋友的母子關係 跟他這個角色蠻合的 不然他們談戀愛的部分 有的時候會太沉重 所以我是負責調劑大家 就是當他們在互相虐彼此 虐戀這個喜歡誰 這個又誤解誰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是負責讓這些部分緩和一下 然後所以唯美的部分交給他們 搞笑的部分交給我 那是見過批發最多的朋友 一直去幫你